这个当然我们晓得 这个无上甚深唯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此 厌解如来真实义 那佛陀说法一直到八十岁 他讲的法无上甚深 而且非常的微妙 真的你要遇到佛法也很不容易 因为在整个沙佛世界上讲起来 有佛法的地方不多 你说在非洲吗 有几个国家是有佛法的 在欧洲吗 有些人根本连佛法都听不到的 在北美洲 南美洲 中美洲 这个叫做百千万劫难遭遇 所以佛法它本身传 南传佛教就指到东南亚 东南亚一带 密教就指到了西藏跟日本 中土的佛教 中土的佛教 就是大圣佛教 然后传到韩国 传到日本 那小圣佛教 那小圣佛教就在东南亚 密教就到西藏 另外因为空海到了中土 唐朝的时候遇到金刚志善无畏不空 传密教 所以空海才把密教带回日本 所以韩国呢 这个密教它就没有广传 就在日本 这都是有因缘的 还有在印度 就在斯里坦卡 还圣传着佛教 其他的地方就没有 回教地区就没有佛教 所以这个叫做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听闻到佛法 释迦牟尼佛的经典 看了他的经典 我们都觉得 这是无上甚深的唯妙法 那我们常常也讲了一个祭 诸二莫作 众善奉行 至尽其义 是诸佛教 佛陀的教法 那么诸二莫作 众善奉行 这是所有宗教的供法 所有的宗教都是诸二莫作 众善奉行 这是不供法 就是在致敬其义 佛教徒要清净自己的义业 自己的义念 自己的义念 义念清净 义念清净 自然 身清净 也自然 口清净 所以还是以义念 这个义 是最重要的 佛法的 无上甚深 唯妙 就是在这个一上面